不再大口吃竹子 喝水也是拖著步伐 团团进食量级 活动力大不如前 面对病情急剧二化 台北市立动物园正式发文申请 中国专家团队来台提供治疗经验 初步的专家们 当然我们还在跟大陆这边讨论 因为我们也得尊重大陆专家的 所谓的防疫计划书里面 有写两位七天这样的一个 行程初步的安排 动物园方两度为团团进行检查 确认团团罹患恶性脑瘤可能性大 目前主要以舒缓照护为主 而中国四川的猫熊专家 十月初就主动两度提出来台探视 原方认为基于人道观察立场 中国专家如果能来台探视 也是好事 北市府因此向主管机关 农委会发文申请 希望以专案许可 让中国专家来台 基于这种人道的理由 好像来看他们送出去的猫熊 说那就随便吧 申请还有送去录委会 但是送出单位会觉得说 他好像嫁出去的媳妇 他会去看一看快要挂掉 依照程序动物园向农委会提出申请 农委会则修会同陆委会及移民署 进行相关审议才能放行 但为了团团 农委会及陆委会都强调 会以最快速度全力协助 我们都跟这个台北市政府 跟农委会都保持密切的联系 陆委会绝对会尽力来做这样的一个协助 团团在8月23点险发作 团团立即启动检查及治疗程序 但两个月下来团团持续出现 食欲下降 后肢无力 活动力锐检情况 10月22号二度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脑部病变还出现扩大迹象 团团评估已经不适合做进一步治疗 放射线治疗放疗或者是 我们一般用在肿瘤的化疗的部分 其实它都并不是那么适合 心痛啊没有流眼泪不错了 我当粉丝面不能流眼泪 团团生病了 两岸专家有望进行探视会诊 粉丝也赶来送上祝福 希望团团能够再度恢复健康 进行为刘佩婷翁启兵采访报导